中风是香港的第四大致命杀手 每年大概有三千多人死于医一个病 不要以为长者才会中风 近年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Vivian中风的时候只有43岁 曾经全身都移动不了的她 是怎样用十年的时间克服种种障碍 而中医又怎样帮她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 最近我常常都想 其实生命是否真的有奇迹的呢 其实有一次我请Vivian 其实不是我请的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一个访问里面我认识了她 当日有一个年轻的医生 是脑神经科学医生 另外就是她在这里 我进入那个地方 死了 哪位是医生呢 她相对是成熟一点 我想医生会成熟一点 原来她是病人组织 她是一个中了风的病人 所以我就说当时我 因为看不到她走路 我只看到她的样子 所以我没有觉得你是中过风的 但原来你是中了风 还差点连命都没有 是呀 是说十年前 十年 差不多十年了 中风那时是一三年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当时你中风有没有任何迹象 还有十年前那一次 是否真的差点刮路 是呀 那时医生也是这样说 你们有心理准备 这些 因为你们开了路 要等我自己 能不能够回来 可能天不让我死 是 我很想让我们听众看 很多人中风之后 其实她的说话的能力 都很难康复得到 是吗 张仪师 没错 但我们跟Vivian谈了 其实她的康复是非常好的 包括她的说话的能力 另外就是听觉 甚至是她的肢体的活动 都是不错的 但因为我知道 其实中风 她有严重的中风 我们也叫 有些比较是致命性 比如出血性 或者是一些 中风都是比较 分离时间内的 Vivian其实其中是一个 差不多三个月 我睡了在医院 是不是 在医院住了 住了三个月 分离了三个星期 分离了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 其实都相当之严重 就是绝对不是一些 我们叫小中风 或者是轻中风 但其实你也有跟我们说过 其实你中风 中风那一刻 其实你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好 醒醒另一个世界 是啊 醒醒的时候又如何 醒醒 真正正醒醒 整身都动不了 自己说不到话 完全说不到话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不懂得说 看着家人 叫不到他们 想叫 想叫 叫不到 不知道叫什么 那时候完全没有了这些 好像不懂得说 咬咬 但有声音 即是出声音 咬咬咬 但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我想问一下 整个星期是不能动的吗 两边也是不能动的吗 自己是不懂得动的 因为我仍是右边 这边 就是阻挡了 阻挡了 对了 我动起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奇怪 不懂得扎筷子 不懂得扎筷子 什么都不懂 为什么 你在昏迷三星期里 你后来的家人有没有说过 想着你可能不能走 有 就是他们告诉我 如果我也不知道 但是之前是做手术的时候 医生说 你家人有准备了 有准备了 什么什么 然后我做完手术之后又发高烧 所以更加危险 就是他们叫病危通知 对了 就是很危险 真真正醒的时候 就不用再想这些事情了 我家人就过来探望我 探望你 不断跟你说 你叫什么名字 不断说 你说 蓝培珠 蓝培珠 这一天到刻 叫你的名字 如果那一刻真的会走 有什么是你最不舍得的 不舍得 是否从来都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都可以是这样想的 你不会无缘的想这些事情 对了 中风那年其实只有43岁 对了 所以很年轻 还有没有什么有慢性病 不知道 不知道 对了 现在回想起来 我这样问你的时候 我主要是说 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们会拼命 然后会走 突然之间 对了 现在你会不会想这些事情 现在有想的 就是中风之后有想过的 那你怎样为自己去准备每一天 麦大印就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否真的有这样想的 是否真的会这样想的 每天都会想自己想做什么 其实我保持着 我的记事宝里面已经很密的 是否真的要记得有什么要写 有什么想去做 是的 已经是写下了 要怎样怎样怎样 每天要做什么什么 其实也很忙的 到现在都十年了 你觉得你有没有过得比以前更加好 其实我觉得是的 以前上班只会说上班 上班 但你其他事情没有空间的时间去做 現在人們很想去做甚麼 但我要上班 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退休 提早退休 我一直都說自己是提早退休 女兒 麻煩你辛苦一點 麻煩你 你便做自己想做的事 現在我一直都會做 Bian 你當年中風時 女兒幾歲 差不多21歲 不21歲 她突然間媽媽病了 她頭也大了 她突然要面對家庭的壓力 但她也很正面地告訴你 媽媽你不用擔心有我在 因為有弟弟 你是你的弟弟 不是她的弟弟 對 舅父撐住了 然後舅父就帶著他 因為我們的關係都很密切 整家人都是 所以變成我媽媽有事 弟弟就會撐住 不用想 舅父在這裡 跟你一起來 大家就會這樣溝通 現在女兒是否要養著你 是的 我是否比較粗皮 養著你 要犯規圍根 我從中風時 女兒已經說了 我覺得很孝順 不要緊 你養了我21年 我都養了你這麼多時間 所以我再次問賴女兒 我問Vivienne 你女兒是否收乾媽 她不介意 她和我的男人都可以 沒有問題的 我想問很多人 譬如說 我都見過很多中風的個案 真的太多了 他們很多時候都覺得 人生就玩完了 有些人到現在都是一蹶不振的 死下死下 因為我知道你都是做探訪的 為甚麼你能夠熱她們不行 其實她們都可以有奇蹟發生 你的奇蹟又不是完全好 現在仍然有很多不方便 這些很難說的 你每個人的家人也不同 她自己的心態也不同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做一封之後 我復腔其實是很困難的 從拿筷子開始 沒有 我完全沒有放過 沒有想過這些 由我弟弟跟我說那句之後 他說 姐姐 你只是做好自己的事 其他事我幫你思考 你還想怎樣 你快點搞定你自己 然後還想 所以家人的力量很重 是很厲害的 你要為了他們 所以你要康復 是啊 因為慰勒他們疼你 那你當然要疼他們 你唯有做到的事就更厲害 我想問一下你 我們今天見到你 肥肥仁 很厲害 很正面 很樂觀 但我們看不到你走復腔的路 有多難 你覺得難不難 難嗎 到現在都難 我體會不到 因為你出來的時候 你現在很強 很良 而且很樂觀 很痛的 痛起來的時候 你也要喊救命 怎樣會喊救命 我想聽聽你的喊救命的經驗 我最初是在家 我原本是動不了的 在醫院的時候是不動 動不了 會捲起來 肌筋是握緊的 肌張力很緊 是捲著 在家裡我自己是拉筋的 而且要撕開手指 直接是扎著手 扎直 怎樣扎直 放在那裡 然後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然後把手扔在後面 然後轉 很容易的 轉過去 然後喊喊喊 喊什麼 喊 喊 痛 痛 頂住 會不會流眼淚的 痛到 痛加藥 有沒有試過在大小異面 自己搞不定 要別人幫忙 在醫院的時候 在醫院的時候 但一回家就沒問題了 已經沒問題了 可以自己去 但醫院也三個月了 三個月住宅 是的 已經搞定了 已經可以了 但在醫院的時候 他也不會讓你攪拌 因為我們當時還要 最初還要拍片 護梁洗澡 叫誰洗澡 今天輪到誰洗澡 你洗不洗 洗澡 你有沒有覺得不好受 那我又覺得OK 很厲害 張醫師 我覺得OK 是奇人 但你自己做不到的時候 有人幫你 那你還想怎樣 你不要那麼要求 我想問張醫師 其實在你病人裡 也不知道多少病人 好像Vivian 這種 其實真的少見 就是少見那麼正確的積極 你會見到就是 其實醫生對每一個疾病 我們都會盡我們的力 是令到你們希望快點 康復 可以之後恢復功能 還有病情去減輕 但是我經常都說 你見醫生是見 你可能一個星期兩個星期見一次 沒錯 但是你離開這間診所之後 其實病人的心態 是主導他整個復康的火箭 是 但是病人的心態 就是我們看到有家人 有朋友的支持 所以我們會說醫生可以醫治身體 但是心理上 我覺得是 有時 我都會覺得 有時你見到一個人有疾病的時候 反而見到一些平時 我們忘記了見不到的東西 譬如說有家人的愛 病人的那種積極不放棄 我經常都說 有些人說一個人要堅毅 要自強不適 要生命要奮鬥 很多人覺得這件事是在成功的時候 你成功做工作 我努力成為一個 在社會上閃閃光的人 人們會覺得你是一個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見到最多很多人 其實他很努力 就是當他遇到很重大疾病的時候 其實你那份堅持 你想想你奮鬥了十年 十年 你還要下一個十年 再下一個十年 要保持自己的身體 要繼續健康 心態好的積極 因為你的心態不好 你就會影響身邊照顧你的人 影響了女兒 你想想他二十歲 就要出來社會 一定要頂著頭家 弟弟 你的弟弟也可能有自己家庭 或者自己個人的要處理 但他也頂著 變成你要保持自己的身體 過去的十年 還有未來的十年 或者未來未來更多的十年 其實你都需要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態 而且始終是行動有些不便 剛才我和他檢查 發覺有部份的肌肉的機張力 有些還需要改善等等 你是不斷挑戰你的超越智慧 耐力有極高 還有你的耐力 你的精神的耐力 所以其實這一個 剛才我們剛開始跟你說 生命有奇蹟 其實奇蹟不一定是 我們死而復生 或驚天獨地 其實這種奇蹟是你每天 少少少少少少少 你會做回來的 你會做回來的 是嗎 我想問張醫師 他現在去到這個階段 好像你剛才也說 他還有第二十年 他還有第三十年 現在我們人很年輕 那他會不會還有進步的空間 可不可以進步多一點 一定會 一定會有 譬如說以一個中風的康復者 其實我們會看看他 神經系統的康復 去到還有沒有進展 第二個部分 包括那些肌肉 肌肉的康復 其實剛才跟Vivian 我們替他擺帽 以及看了他的身體 其實他已經很擅長 去協調自己的身體 去走路 或者去做一些日常 照顧自己的生活 但是之後的十年 或者更加長的時間 因為年紀開始大了 年紀開始大了 我們就要很針對性 去做一些肌肉的訓練 因為他中風之後的康復者 通常一邊的腳是有力的 用開那邊的 另一邊其實他會沒什麼力 或者控制感比較差 就要針對性另一邊的 可能是大腿的前後 左右的肌肉 去做好 以及去穩定他的膝蓋 令到他的肌肉更加強 幫助他可以走路的時候 不要重心腳 整天都偏向 剛才跟他聊天 就是說你走樓梯 可不可以不用重心腳 其實他還未做得最好 我就給他一些建議 給他一些復腔的運動 針對性哪一條肌肉 剛才找到一些死穴了 對 找到一些死穴 意思是那些復腔的部位 是要加強 就可以幫助他 在他之後的 控制身體的能力 再提升 另一點就是 亦都要量了血壓 看著自己的血壓 三高的問題 血糖 血脂 膽固醇 血壓 那女士很厲害 很厲害 他現在是不需要吃西藥的 為什麼這麼厲害 是不是在飲食上 你現在很注重 如果吃東西 我就不會特別去注視 去吃什麼 其實我什麼都吃 但是我覺得吃的時間的問題 以前上班 很晚才吃東西 都亂了 但是現在真的 我從醫院回家 從醫院那時住 就已經 五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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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點 就已經完成了 對 最多可能有麵包 或者有個餅 就吃個宵夜 但是醫院那時的時間 但是由那時吃東西 到現在 都是這麼早就已經吃 晚上就已經可以不吃 其實賴律師 Vivian 她仍然在用拐杖 因為她有一邊腳 事實上是沒有力的 她有沒有可能 連拐杖都不用用 其實以Vivian這個狀態 我覺得有機會 其實是有機會的 意思是有時我們拿拐杖 是因為心理上需要 沒錯 是嗎 都會的 心理上需要 但是問題是 你是依賴那支拐杖 還是我心理上需要拐杖 但其實如果Vivian之後 可以在保護膝蓋的肌肉 鍛鍊得好一點 例如大腿前後肌肉 再穩定一點 可以用多些重心在另一邊 可能你的拐杖 拿著是一個安全感 不是真的要靠她去做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Vivian還可以有進步的空間 她還可以繼續努力 她已經很努力了 所以她還可以再好一點 我也想撕掉那個拐杖 是的 但是現在是真的 知道自己的腳是未夠穩陣的 我們可能以前有些人 就有很多偉大的理想 我要賺多少錢之後我就退休了 或者我將來想怎樣怎樣 對你來說 你人生還有下半場 你的下半場 有沒有為自己有什麼目標 或者有什麼夢想 有沒有 夢想 夢想現在其實是 要唱歌唱得更加好 然後走就要繼續走得好一點 其實這些不斷都會在想這些 因為其實我中了風之後 是說不到話 連歌都唱不到 但你現在聽不出 聽不出你的語言 有問題 但其實是有問題的 是唱不到歌的 那時候是 現在是可以 有些唱到 有些又唱不到 什麼是有些唱到 不知為什麼 是高音唱不到 例如 是快音 快歌唱不到 最快唱到就是 心寨 心寨 OK 讓我唱兩句 看看 看你 看你什麼進步 那我看你肩還是流 你記不記得心寨是怎樣 你記不記得心寨是怎樣 是怎樣 我現在不行 我要看到字才要唱 我打算噴音給你 你入 我幫你不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嚇你啊 聰明 在這位置我沒有辦法來個音 聰明 OK 其實唱歌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就是我們腦部接收音樂 然後經過腦部處理 然後通過我們口腔 那個喉部和閻部的神經 甚至乎你舌頭的神經 去鍛鍊你口腔的能力 是的 Vivienne 因為來到差不多最後的時間 我很想 因為我知道你經常去探病人 是不是 你都會做很多鼓勵人的說話 在鏡頭的面前 可以做發揮你的小語 你當是跟現在有些中了風的病人 可以呼籲他們 鼓勵他們 說幾句 讓他們可以聽聽你的心聲 和可以說多些鼓勵說話 讓他們有多些動力 我經常跟病友說 天氣給你們一條命 天氣一定有些事情要你們做 那你就努力去做 我有想問 有甚麼想跟家人說 在這裏 我愛你們 哈哈哈哈 所以有時說我愛你 我們說得很輕鬆 對於你來說 我愛你 是實際經歷了太多 所以能夠說的時候 他們心靈慎會 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是甚麼 加油啊 快點 能夠讓你今天看到你的狀態 要更好 加油 一年後 希望你的成績 是比你今天好得多 可以不拿就不拿 但一定在安全的地下 不需要強迫 知道嗎 加油 還有唱到你覺得最難唱的歌 沒錯 OK 加油啊 甚麼歌都唱得到的時候 非常之好 耶 一兩碗吧 喂 一兩碗吧 好啦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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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